台中市長林佳龍跟ARPH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的會長 一同在花博森林園區國際庭園展區 魚菜共生池啟動節目儀式 花博倒數一天不少民眾都很期待 國際也高度關注 這幾天花博每天都有新亮相的點 前一天厚禮森林園區最大機械花啟動儀式 林佳龍也有參加但發生了意外 記者會時一位李生癲癇發作 全身抽搐倒地 第一時間林佳龍伸手幫忙 花博醫療團隊也緊急協助送醫 林佳龍幫忙的舉動讓李生說很感動 林佳龍市長很親切的過來 他先伸手想扶我 後來發現我打不起來的時候 就是想要抱我起來這樣 就是非常的親切 一個小插曲凸顯花博醫療的重要 市府強調每個園區都有醫療中心 兩個救護站 21台AED設備跟常駐的救護車 維護參觀民眾的安全 楊廣新聞綜合報導